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全能的主宰 道声揉声显明你的爱 奇妙足 荣耀声 何等的伟大 神节尊贵的君王 超乎万民在全体赤上 为我醉 留宝血 属于我生命 无人能与你相避 计长圈直到永远 我要扬声赞美你 Oh 和等伟大的爱 高阔出天生海 当受其他赞美 Oh 祝你们有能力 世界盼望是你 世界盼望是你 我要敬拜你 耶稣 我的主 耶稣 我的主 在 道声揉声显明你的爱 奇妙足 荣耀声 何等的伟大 神节尊贵的君王 超乎万民在全体赤上 为我醉 留宝血 属于我生命 无人能与你相避 计长圈直到永远 我要扬声赞美你 Oh 和等伟大的爱 高阔出天生海 当受其他赞美 Oh 和等伟大的爱 祝你们有能力 世界盼望是你 我要敬拜你 耶稣 我的主 无人能与你相避 毕章圈直到永远 我要扬声赞美你 无人能与你相避 无人能与你相避 毕章圈直到永远 我要扬声赞美你 耶 Oh 和等伟大的爱 高阔出天生海 当受其他赞美 当受其他赞美 Oh 和等伟大的爱 高阔出天生海 当受其他赞美 Oh 和等伟大的爱 Oh 和等伟大的爱 祝你们有能力 世界盼望是你 我要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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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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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Amen 掌聲歸給我們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溫柔的聖ely 讓我全心感受 滲透我的神秘 卸下平静和安心 你是我心的满足 主是爱的真理 你荣光照向我 包围我的身体 卸下平静和安心 让我感受你的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卸下平静和安心 包围我的身体 卸下平静和安心 让我感受你的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在护照我支出 成为我道路 或者是成为我生命 就在这里线上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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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我亲爱与你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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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护照我支出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在护照我支出 我要线上金白 无论遭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无论遭遇何时 依然扬声歌唱 依然扬声歌唱 哈利路亚你是圣洁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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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圣洁的圣灵 因为你是圣洁的圣灵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 保佑 我靠着祖高阳的宝雪 进入圣之圣 圣上全心 潜意和全忍 来敬拜我全能的祖靠着我 我靠着祖高阳的宝雪 进入圣之圣之所 圣上全心 潜意和全忍 来敬拜我全能的祖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 主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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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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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祢 上全心 潜意和全忍 来敬拜我全能的祖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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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拜祢 因为祢是圣洁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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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不住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不住 主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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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不住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不住 因为你是圣洁 圣洁不住 我敬拜祢 我敬拜祢 你现在用方言祷告 我敬拜祢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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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配的一切的胆美 你是配的一切的ойд mö 你是配的一切的敬拜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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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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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óc Et De O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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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óc Et De Os Lalama Su Sóc Et De Ermas Lamiya Romu Sóc哩 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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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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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阿爸天父你是圣洁的神 你是那光 主啊照耀在黑暗里面 主啊今天我们打包后 主啊你来照耀我们的心 主啊看哪里主啊是 不洁净的 哪里是 主啊你不满意的 主啊我们祷告 主啊让你的光 主啊把我们里面 主啊不该有的 全部都燃烧掉 主啊我们今天祷告 主啊你的圣灵的火 要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把一些误会的 把一些黑暗的 主啊都消灭掉 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站在我们的位置上 这时候主啊都能够举起 哦主啊我们的圣洁的手 哦主啊向着你来敬拜 哈利路亚 我们感恩有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恩 哦主啊你是一位圣洁 圣洁圣洁的神 阿爸天父我们如此 爱你的圣洁 哈利路亚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大家一起来说 阿们 阿们 我们一掌声的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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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姐妹请坐 阿们 那今天呢 我是要继续 这个主导文的教导 那相信大家 之前都有得着吧 有吗 有 阿们 感谢神 那我们先来读主导文 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九节 怎么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那主导文的教导中呢 一共有七个元素 那我们来回顾 之前所学的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点 就是在天上的父 其实是在介绍 神为我们的天父 然后主导文的教导中呢 是通过神不同的名 更亲密地去认识 第三呢 当我们祷告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是在先求 神的国 还有祂的义 主要是神的心意 第四呢 当我们祷告 热用的饮食的时候 我们是在寻求 当天 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旨意 而且去完成它 第五呢 当我们祷告 没有我们的债的时候 我们是要学 基督的样式 去饶恕 其他的人 那今天呢 我们要看 第六个元素 就是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在了解试探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讲解 什么是罪 OK 什么是罪 因为唯有罪的存在 我们才会被 我们才会被引诱 或者被试探 那罪是什么 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这么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Amen 在希伯来文呢 罪的意思呢 是没达到预定的标准 错过或偏离正直的道路 做错事 走错路 或者呢 偏离神的律法 然后呢 去犯罪 比如就像一个 离闲的一个箭一样 然后你射出去的时候 可是没有射中靶心 没有射中那个红心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罪的意思只是 我们偏离神的 他的律法 然后犯罪 得罪神 就那么简单 我们以为呢 只要不关乎到 对或者错呢 只是个人的心愿 就不是犯罪了 但是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偏离了 公义的正直的 这个道路 甚至没有达到 神预定给你的 这个标准 那就是 罪了 就是罪了 换句话说 如果你射箭的话 你没有打中 那个红心 就算你拿到90分 就是 就是罪了 所以你可能听起来说 哇 神的标准 他的道德标准 还有这个圣洁的标准 哇 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以为 达到50分 就及格了 那不是 在对神而言 100分 才是我们该追求的目标 100分 我们要明白 神他从来不降低 他的标准 世上 所以降低神的标准 是谁 是我们自己 那很久以前 耶稣的门徒也觉得 哇 耶稣你的门槛 非常非常的高 在马太福音记19章25节 门徒听见这话 就非常惊奇 也问了耶稣说 这样 到底谁能得救啊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换句话说 你要靠你自己话 人 不可能你用尽你的办法 你用尽你的脑袋 你用尽你的力气 你做什么都好 你都是没有办法 达到神的标准的 但是 神 在神 凡事都能 神他不降低 他的标准 我们需要了解 但是神他也知道 人 我们单靠自己的时候 想要去达到 神的标准 真的是不可能的 It's impossible 唯有靠着神 唯有靠着神 才有可能 甚至凡事都能 那我要说的是 神他虽然是圣洁的 像今天我们所唱的一样 神是圣洁的 他很看重我们是否行得正 他看重我们是不是做得直 但是他同样的 他很看重我们和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像师父和他过去几个星期所分享的 耶稣他用他的宝血 然后设立了新约 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让我们修复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首先要我们做的是培养 与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去明白他的心意 去理解他 然后去到达他给我们的这个目标 然后活出给我们的旨意 还有计划 换句话说 神他非常的重视 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 我跟书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要认识神 认识神 如果今天我们不叫房角师教会 我们就叫认识神教会了 一定要认识神 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 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生活化的 是彼此的回应的 神并没有在创世纪的时候 一创造亚当跟夏娃 就立刻把十戒丢给他们 来你们去背 这就是我跟你的关系 没有这样的 他没有立刻就把他的圣洁的标准 这样搬出来 压在他们的身上 那圣经第一次记载人犯罪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他们吃了什么 分别善恶的果子 对吗 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吃水果是罪吗 不是 可能吃榴莲似的 师母说 牧师你吃榴莲 不要回家 是罪 吃水果不是罪 不是罪 可是神他创造 我们需要明白 神他创造水果 本来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享受的 对吗 他创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水果 全部都是给我们享受的 所以本身我们吃水果 不是罪 OK 包括榴莲 那罪在哪里呢 师母 包括榴莲啊 那罪在哪里 就是亚当和夏娃 他们罔顾我们 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或者对神的存在 他们觉得 理所当然了 然后呢 他们刻意违背 神的吩咐呢 就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 那这就是 偏离了 神的目标 然后他们不想 按着神的 方向啊 培养顺服的心 也不再重视神了 那这才是罪 那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罪 这好像在 在一个婚姻的关系之中 那如果其中一个 把配偶当作 理所当然了 OK 或者不再重视他 只想要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 那其实呢 你对配偶来说 是带给他 一个巨大的 一个伤害来的 因为你只管自己 我们最近也是 也是说到 现在的很多的夫妻 他们虽然结婚之后 但是还是 各自活自己单身的生活 是很可惜的 那回到 回到 回到我要说的 关于罪 就 我给你们 多一个例子 比如说 今天你的朋友 对啊 他邀请你 不如你就跟他们 一起去 日本旅游吧 OK 我想问你 旅游是罪吗 不是 那如果神 很清楚地 对你说 不要去 这一次的行程 不要去 我要你留在家里 跟你的家人 花时间 OK 神给你这个感动 可是你不关心 你不去看中 给你这个感动 你不看中 神给你这个话语 你还是硬着 头皮要去 那你就是违背 神的旨意了 天离 靶心了 明白吗 如果你今天 你不太认识神 你没有跟神一个 深刻 一个亲密 这个关系 你就会觉得 哇神啊 你好严厉哦 这个连旅游都不可以去 连这个水果 都不可以吃 你的要求很高 你就会有这个 很自然的反应 觉得哇 原来我们的神 是这样 这样恐怖的一个神 可是一旦你 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 你对神的爱 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想要 去顺着神的心意 完成祂的旨意 那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 那罪就进入了 人的本性 然后就代代相传 那每个人呢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里面有罪 但是我们 还是有自主权 我们还是有选择的 我们不是机器人 每个人都是有选择 只是罪的本性 与我们亲密相连 我们的性情 会变得软弱 所以我们容易屈服于 里面的罪性 就好像一个人吧 他把一个大石头 绑在他的脚 然后就跳进大海里面 他需要用尽他全身的力气 才勉强能够让自己 在水面上呼吸 一旦他放松的话 他就会被这个石头拖累 然后就伸入海底里面 这就是好像我们的 罪的本性一样 那使徒保罗说 这罪的本性 就是所谓的救人 新救的救 每个人生来 我们都有这个罪性 比如说我们看小孩子吧 我们看小孩子就知道 虽然那个父母 可以多么的完美 可能上过多少的 父母的这种课 如何教导孩子的这种课 他们多么的慈爱 他们多么的关怀 他们多么的忍耐 他们多么的完美 只是你发现他们 照顾孩子的整个过程中 你发现这个孩子 无论在这么一个 完美的环境里面 他还是会开始做错事 对吗 他还是会开始犯错 做坏事 你发现没有人教这个孩子 为什么他自己会学会 做这些坏事情呢 做他不该做的事情呢 你会发现我们父母的责任 永远都是教孩子 如何的去做好 从来不是教孩子 如何去做坏 因为做坏孩子也会学 都不用教 他都会学的 我们父母要跟他们说 这个不是好的 要好的要该怎么做 善的要怎么去做 为什么我们很自然的本性 就是会被黑暗和罪去引诱 引诱过去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这罪的本性就在我们里面 是非常亲密的相连在我们里面 所以耶稣也就是因此来拯救我们 胜过这罪的本性 胜过这罪的本性 所以我们无论屈不屈服 我们喜不喜欢 罪性就是与我们密不可分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 我从来没有犯法 我只是说谎而已 或者我没有坏人 我只是推卸责任而已 或者我没有杀人 我只是见死不救而已 这就已经表明了我们里面的罪性了 有些人的成长环境 就是不太好 可能就比较容易去犯罪 但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罪性 在我们里面 同样都在挣扎的 甚至使徒保罗 他也在罪里面挣扎 他曾在罗马书第七章 第十五节说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的 我反而去做 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 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就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 我不去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反而去做 如果我去做 我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 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 我愿意行善的时候 就有恶缠着我 因为我按着我里面的人 我喜欢神的律 但我看出 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内心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 我真苦 谁能救我 脱离这必死的身体 我看保罗 好像是有精神分裂症 我想做 可是我不去做 我不想做 我反而去做 到底是谁在做 过来这个做 这个是罪在做 不是我在做 可是又是我在做 可是又不是走 我再做 这个人 可是老实说 我们也是有同样的挣扎 不是吗 不只是保罗而已 而且我们这个挣扎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一个挣扎来的 但是这不代表 我们要屈服于罪 或者我们要放弃 妥协 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 这样鼓励我们说 我们像罪 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是要我们行事为人 都有心生的样子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我们若与他合一 经历与他一样的死 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 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 和他同钉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 你们也要看自己 对罪是死的 在基督耶稣里 对神却是活的 不要让罪在你们 必死的身上掌权 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 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 做不欲的工具 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 把自己献给神 并把你们的肢体 献给神 做欲的工具 我们看多一道经文 就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隶 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 教导的典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你们从前怎么样 把肢体献给 不节不乏 做奴隶 以至于不乏 现在也要照样 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的奴隶时 不被义所约束 二十一节 那么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 当时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结出果子 以至于成圣 那结局就是永生 然后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工价 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那我们都知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那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是很难的 但是人做不到的事 神却做得到 他如何做到呢 就是通过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还有圣灵 在我们里面的运作 首先呢 他如何做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胜过了罪性 然后呢 神就赐给圣灵 使我们能知罪 再来就是神赐恩典 给我们能力 可以拒绝罪 向罪说不 那这个过程呢 让我们每个 凭着信心的基督徒 悔改信主耶稣的人 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因为重生得救 所以神在我们的里面呢 就种下这个 属神的这个本性 让这个本性呢 能够慢慢地成长 就是我们这个 新人的这个本性 那这不是突然之间 发生的事 而是慢慢发生的 所以你发现 我们信主之后 不是立刻 就是成了圣人 对吧 你发现你信主 跟之后可能的一分钟 你发现 你还是跟之前的一分钟 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发现 你在里面还是罪 还是在罪里面的挣扎 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十七节这么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那我们需要明白 耶稣他不是来洗尽 我们的这个旧人 然后赦免我们的罪 这样而已 OK 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 我们的旧人 是无药可救的 跟你邻居说 我的旧人 是无药可救的 Amen 我们的旧人 真的是无药可救的 所以老实说 我们用一个 不能成功的方式 解决一个 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结果还是一样的 结果还是一样 所以耶稣他才赐给我们 一个 我们里面一个新人 OK 赐给我们新人 使我们有机会 培养出新的生命一样 所以信主之后 我们新人的属性 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就是 我们的新人的属性 会和耶稣基督一样 第一呢 我们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约翰义书第八章 二十九节说 猜我来的那位 与我同在 他没有撇下我 独自义人 因为我一直 行他所喜悦的事 第二 你不但只是行 神的旨意 你甚至是乐意 去行神的旨意 行神的旨意 一定不是一个 很难去做的事情 也不想做的事情 你很自然地 会去乐意 去完成 神所要你完成的事情 在诗篇第四十章 第八节这么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 造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 在我心里 新约的律法 像师母所说的 在圣经里面 已经不是在 我们背在 我们的脑海里面 而是刻在 我们的心榜上 第三 做天父所做的事 那约翰书第五章 第十九节这么说 耶稣回答 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 父所做的 他才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所以你可以想象 当有这个新人 这个本性 在里面的时候 你发现 你时时刻刻 你每次过着 每一天的时候 你会很想 去问神 神来你的旨意 是什么 你会很自然地 去完成神 托付你当天 所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 耶稣基督的本性 以前在我们的旧人里面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去犯罪 去行不义 做不该做的事情 现在在新人里面 我们自然不犯罪 我们很自然地会去行公义 去行善 约翰义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么说 孩子们 不要让人迷惑了你们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基督是义的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 因为魔鬼 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为了要毁灭魔鬼的作为 第九节说 凡从神生的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里面 他也不能犯罪 你觉得 他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 这就显明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不是出于神 不爱他弟兄的 也是如此 你或许会这么想 有新人 在我的里面 我就自然 不犯罪了吗 怎么可能呢 我还是有犯罪 对吗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 信主之后 我们偶尔还是会犯罪 难道我里面的这个新人 已经不见了 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我告诉你 不是这个新人 不见了 信主之后 我们里面 现在有两个本性 一个是旧人 一个本性是旧人 是罪恶的本性 另一个是新人 是基督的本性 但是我们还是有选择 我们知道旧人软弱 容易屈服与罪 新人是刚强 爱圣洁 不犯罪 这两个本性 同时在我们的里面 就因为如此 你的内心 才会一直有这个挣扎 该不该做 该不该去 该不该说 就跟保罗一样 到底是这个 我该做的 不该做 不该做的 我去做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旧人 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 太过的强壮了 所以我们才软弱 我们才屈服 我们才去犯罪 耶稣 他很明白我们的软弱 耶稣 他却没有说 你犯罪是OK的 没事的 试探 是很经常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 耶稣他道成肉身 他成为了人 他也凡事受到了试探 他完全明白 我们里面被引诱 是多么的挣扎了 然后和我们之间 唯一的不同 就是他没有犯罪 完全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 这句话 他原文的意思是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里面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这句话 尤其是英文的版本 听出来很像是 神啊 你不要带领我去 那个试探里面去 我以为神是那个 牵着我们的手 来帮你丢进试探里面去 神不那么做的 他原文的意思是 不要让我自己陷入到试探里面 所以老实说 耶稣他真的明白 虽然我们会被试探 但是试探 可以说有他的好处 好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清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神 他更明白的是 我们因为罪 而变得软弱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不叫 我们祷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 其实是向神承认 神啊 我们是软弱 无力的 如果我不靠着你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胜过 我这个救人 所以感谢 属则是 神他把这个心的 这个本性 已经赐给了我们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不但如此 神也教导我们 如何以实际的步骤 甚至能够 更有能力的 去对付 我们里面的这个救人 比如说 第一 要锻炼新人 警醒祷告 那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二十七节 这么说 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 叫身体 扶我 免得传了给别人 自己反而落悬了 昨天我去跑步的时候 我不懂为什么 这节经文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要克制自己的身体 叫身体扶我 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今天早上起来脚酸 克制 功课 我就跑步的时候 神给我的话语是 功课几声叫身扶我 我记得祷告 功课几声叫身扶我 功课几声叫身扶我 可是我怀疑不好 跑了一半 变成功课几声叫神扶我 这不对 我说边跑边改我的话语 叫身扶我 马来福音第26章41节这么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那我们的肉体是需要锻炼的 对吧 没有锻炼的身体是软弱的 是容易生病的 而且反应会变得迟钝 变得慢 在属灵方面 也是一样 我们要读经 要敬拜 吃有营养的属灵的食物 我们要 警醒祷告 我们要进食祷告 这些都是属灵的锻炼 帮助你的心人 可以健康地成长 我们看第二 就是顺服上帝 抵挡魔鬼 那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这么说 要顺服神 抵挡魔鬼 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逃避你们 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那顺服神还有抵挡魔鬼 这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要同时做的 可是 时常我们却 却只做一样而已 没有做另外一样 我们为什么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知道罪不好 对吗 所以我们就抵挡魔鬼 但是我们却不顺服神 不愿意顺服神 例如 比如说当你独自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到了晚上 可能你下班之后 你回到晚上 你做完一切的东西 你开始自己独自一人在家里 你开始软弱了 你就说什么 开始可能看社情网站之类的 然后你真心想去悔改 然后你祷告神啊 神啊 饶恕你啊 主啊 我真心想悔改 神给你一个方案 祂告诉你 好 去参加生命小组 为什么 因为有团契 团结力量大 可以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带导 可以一起胜过罪 但是你却不愿意腾出这个时间来 觉得麻烦 你觉得不必要 没事的 可以的 我自己挣扎就好 所以你发现你越抵挡魔鬼 你就越来越累 越来越累 最后呢 你就决定 放弃了 然后呢 最后还怪神 神啊 你都没有帮我 或许神给你感动的就是 很简单的 一个答案 就是 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 祂要你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避开晚上 独处软弱的时间 就那么简单 你发现 神有时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 似乎很不属灵 对吧 但是神 祂很常给我们的 是我们做得到的方法 做得到的方法 来对付我们的救人 而且只要你真心 你想要突破的话 神就会像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第十章十三节说的 你在受考验的时候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 什么 出路 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能 忍受得了 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他出海钓鱼 然后 突然就来了一个大浪 他把他的船 毁成碎片的 他一点都不担心 甚至很冷静地 抓住一块木板 相信神一定会救他 几个小时后 就一艘游艇就经过 看到他的困境 就想要去救他 然后他就回答说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神会救我的 就把他们赶走了 It's all right 几个小时后 就一架直升机飞过 发现了他在空中 就是盘旋 想要去救他 但他再一次 把他们赶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 神一定会救他的 最后一艘游船 就经过他 试图去救他 但还是一样 他拒绝他们说 我的神会拯救我的 过了很长的时间 这位朋友就撑不住了 就沉下海里面 到了天堂的时候 他就问神 第一个问 他第一个问神的问题是 神啊 你为什么没有拯救我 神会答说 我派了一架直升机 我派了两艘船 你都不要 还把他们赶走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对付救人的方法 神可能已经把方案 给你们了 已经把方案 放在你们面前了 要把握机会 阿们 阿们 第三 日切听道 积极行道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 除去一切的误会 和累积的恶毒 要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 灵魂的道 二十二节 但是你们要 做行道的人 不要只做什么 听道的人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只听道 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镜子 观看自己 本来的面目 住室后就离开 立刻忘了 自己的相貌如何 二十五节说 唯有查看 那完美 使人自由的律法 并且时常遵守的 他不是听了就忘 而是切实行出来 这样的人 在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福 我们都知道 圣灵的宝剑 就是什么 就是神的道 对吗 就是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熟悉 我们才能够运用 运用自如 我们很熟悉 就是耶稣在旷野 就是三次被魔鬼 试探的这个故事 而每次耶稣 他都运用神的话语 去抵挡魔鬼 对吗 我在想象 如果今天魔鬼 他也同样的试探 来试探我们 我们到底会有什么回应 有什么反应 比如说 魔鬼今天在这里 他跟你们说 你若是真的基督徒的话 你叫前面这些石头 变成 变成食物吧 把石头变成食物 是罪来的吗 这样不是罪 我们可能会回应 这个idea很好 这个主意很好 这样我就可以 跟更多的人分享见证 我们的教会 有神迹奇事发生 可以带更多的人信主 好 我就来做 或者魔鬼会跟你说 你若是真的基督徒的话 你就从我们这里 就这样跳下去吧 为什么 因为经上记者 魔鬼也会用经文 会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命令 他的使者 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神一定会救你的 如果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唯一 记得背诵的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我们会这样回应 魔鬼撒旦说 是啊 神爱世人 他一定会救我的 好 我跳 我不能在这楼跳 我还更高一点 让神有更多的荣耀 我从二十五楼跳 不容有几个天使来救我 或说魔鬼撒旦会跟你说 你若俯俯敬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 全部的金银财宝 全部的都送给你 我们会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我们回应 可能会是说 感谢神通过你来祝福我 哈利路亚 不用担心 我会拿十一来教会 来奉献给神的 哈利路亚 还可以分享见证 神如何的通过魔鬼 来祝福我 我觉得有时候 所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因为魔鬼说 魔鬼说 魔鬼说 我们当然是讲不不不 可是如果今天不是魔鬼呢 如果是你的邻居呢 有钱的邻居呢 我说 你今天不要去教会了 你来我的可能 我的拜拜这边 你拜拜几下 我把我财产全部给你 你还可以奉献给你的神 你说要要要 我得祝福 我的教会也得祝福 牧师一定很高兴的 我们不要小看 我们读到的经文 很多时候 事情发生的时候 神都会用经文 来提醒我们 我们要懂得 也去明白 经文它的含义是什么 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懂得去运用它 不要乱乱运用 运用神的话语 第四 顺着圣灵靠它行事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十六节这么说 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 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 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肉体相争 这两个彼此敌对 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淫乱 污秽 放荡 拜偶像 行邪术 仇恨 纷争 记恨 愤怒 自私 分派 结党 嫉妒 醉酒 荒焰等类 我从前告诉过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做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圣灵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仁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 邪情 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的 二十五节说 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 也要靠着圣灵行事 我们要内心愿意 让圣灵这样来带领着我们 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圣灵会通过不同的方式 来跟我们说话 你不一定会马上看得出 那个果子 因为甚至有时候 在领受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出错 我们会犯错误 比如说 那时候说的 如果你朋友邀请你去 你去日本的话 然后你说 可是神给你感动 不要去 反而你是去的 可是你发现你去了之后 你完全 可能完全不享受整个过程 你发现我知错了 原来神真的是有提醒我 然后你家 可能家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 你才去弥补 你刚才做的事情 你发现 你用这个功课 你学到一个 你学到神如何的跟你说话 这是OK的 当然我不鼓励 每次去犯错 可是我们要学习 因为神是用不同的方式 在教导我们 在引领我们 在牵着我们 带领着我们 我们这样才会慢慢的成长 聆听神的话语 然后这样成长 神是很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Amen 神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跟你说话 然后离开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 神是要我们一起 和我们一起亲密的 所以今天我分享的 就是这四个妙招 可以让我们 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 如何的去顺从这个新人 然后更好地去对付我们的旧人 那我要用一个故事 来总结今天的信息 有一天这位小孩 就对他的爷爷说 爷爷啊 我内心里面有一场争斗 一场斗争 好像有两只狼 在我的心里面斗争一样 一只想做善 一只想做恶 爷爷听了之后 就跟他解释说 你心里面的这个斗争 其实大家也都在经历的 他就跟他解释说 一只是邪恶的狼 对吗 它代表全部的不好的事情 就是愤怒 嫉妒 贪婪 自恋 内疚 怨恨 自卑 甚至谎言 骄傲等等 另一只呢 就是代表善良 它是什么 可以代表 就是喜乐 和平 爱 希望 谦卑 仁慈 同理心 慷慨 真理 等等 一切好的 都代表在另外一只狼里面 孩子就想了一下 就问爷爷 那哪一只狼会赢呢 哪一只狼会赢 会赢 爷爷就回答他说 你喂的那一只 你喂的那一只 换句话说 你喂哪一只 哪一只 就会赢 所以我们里面 有旧人 还有新人 他们会一直 存在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今天 是在喂 哪一只呢 我们一起 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今天在我们里面 有旧人 也有新人 就像这个故事一样 我们有 两只狼在里面 一个想做善 一个想做恶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软弱 We cave in We give in 就像一个大石头 绑在我们的脚上 一样 我们的罪 一直使我们往下拉 往下拉 沉在深海里面 感谢神的事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神已经把这个 绑在我们脚上 这个时候 已经把它松开了 不但只是松开 神也赐给我们新人 只要我们顺服新人 越顺服我们的新人 越顺服耶稣基督的样式 越顺服耶稣基督的 这个本性 你的老我 你的旧我 你的旧人 会慢慢地枯干 可能他不会完全死掉 他完全死掉的时候 是当我们有 得到我们的 这个新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 完完全全地 与我们的这个旧人 脱解脱离 可是当我们还没 拿到我们的新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本性 还在我们里面挣扎 那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要回应我们的神 我今天在敬拜的时间 我感觉神这个圣灵的同在 圣洁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 我觉得有神的恩典 要帮助我们 如果今天是你 你还在你的旧人里面 你还在罪里面挣扎的话 你想要突破 OK 我说的是 你想要突破 今天神 有恩典 足够来帮助你 如果是你的话 你闭上你的眼睛 在你的座位上 你举起你的手 没有人在看 我也不在看 这是与你 你和 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你与神之间的沟通 我的责任是把神的话 传给你们 如果你今天不愿意悔改 你也打算 就是继续顺服于 屈服于你的旧人 那你不要把你的手 举起来 因为我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们也没有兴趣看 可是今天 如果你真的想要 活在这个新闻里面 你真的有一个 新生的一个生命 丰富的一个生命 属生的一个生命 圣洁的一个生命 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你想活出 你想完成 天父 阿爸天父所给你 托付给你 每天的旨意 甚至你想要有 那个自然的 那个推动力 我乐意完成你的旨意 不只是牧师叫我 不是圣经叫我 我本身 我就想完成你的旨意 你高举你的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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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 我们感恩 主啊 你赐下 主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道称肉身 成为一个人 主啊 他经历 我们每一个人 所经历的试探 主啊 可是他完全没有犯罪 也因此 他完全了解 他完全能够 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挣扎 也因此 当他升天的时候 他也赐给了我们恩典 给我们新人 给我们圣灵 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在这世上 活着的时候 不需要再屈服 于我们的旧人 而是每一时 每一刻 能够活在 主啊 这个新人的 这个本性里面 圣洁的这个本性里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看到我们 每个人高举的手 主啊 你看到我们的挣扎 主啊 你看到我们的软弱 哈利路亚 我感觉神在说 今天不是审判的一天 今天是赦免罪的一天 而且不只是赦免罪的一天 今天也是恩典的一天 而且是分分复复的 恩典的一天 主啊 我今天要宣告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们里面的旧人 主要枯干起来 主啊 我们的新人 反而要刚强起来 主啊 让我们每个人开始 我们早上起床 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是顺着你的旨意 去完成的 我们打开眼睛的时候 主啊 我们是在这 是很乐意地去完成 你所托付给我们 当天所要完成的事情 主啊 有欣赏你的样式 我每天起床的时候 主啊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你的慈爱 是匆匆足足 能够帮助我们 丰丰富富的活着 当天所要完成的事情的 而这只是一天 而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 主啊 你都有新的 主啊 新的恩典 你都有新的恩膏 主啊 准备 准备 这样倾倒在 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我们因此 主啊 而感谢你 谢谢你 阿爸的天父 谢谢你 阿爸的天父 谢谢你 阿爸的天父 我们荣耀你的名 我们一起来 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 是配得一切的赞美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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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感谢神 阿们